你觉得这一类的政策对他们的股价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作用 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是一般的 因为其实正如刚才大家都会想到 本应高增长股或者增长股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 尽量不要派息 你做多些发展 尤其是京东不是没有发展 他们自己都要做很多他们团队上面的机械上面的发展 或者无人协助的科技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因为它是不定期派息 其实对于收股息 有些人会觉得收股息会有帮助 但是他们通常是想选一些稳定派息的公司 而稳定派息不是只是说我每半年会收到息 而是每半年大概遇到你派多少息 不要突然间你有空派一下五里有空派一下一里 这些其实是长线喜欢收股息的基金 其实是不喜欢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用股息策略上去吸引投资 就未必那么臭 但是你说 第二个情况 其实第二个情况就是刚才也提到的 为什么我暂时对很多平台经济有少少保留呢 其实简单来说 都是头下来看内地的疫情管控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 其实内地的平台经济 或者叫做很多中资方网股 其实内地的消费经济数据 就非常之有高度闻合的情况 是 那简单来说 其实原来我们回头看 过去这三个季度 其实 在未发生任何新的 就是Omicron这些影响的情况之前 其实很多那个数据 就是那个销售数据 零售数据 是不断走低的 是的 那变成了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 我们都要希望看到 类似的经济数据可以回升 那简单来说就是 大家都会预示就是 经济活动比较多些 重启啊 大家对那个前景 那个乐观性高一点的时候 你才愿意付钱的嘛 那所以我们会预计 就是要看着这些相关的 疫情的消息 去想到 究竟那个平台经济 有没有机会可以探底 是的 或者好像刚才那样说 会不会和恒指一样 会不会大家当市高低脚 是的 暂时是这样看的 还有刚才提到第三点 就是说delete这个问题 是 其实我坦白说 我自己会觉得 未来这几年 都不断会听到这些消息 是的 我觉得在于在香港已经有第二上市地位的那些 就相对应该 那个discount不会那么大 尤其是我们都看到 过去其实这段时间 都已经其实不断有很多货 其实都不断转了过去香港这边 那些的 所以如果在香港有上市 又有遇到这些消息的股份 我们会觉得 影响是小一点 反应会低一点 嗯 好吧 如果有的话 那么保值就是 但是 你的未来 我做节目 ところ 呢